原标题 于成万,他真实演绎了什么叫做承载人在,遗憾离世,这位抗日名将的结局非常凄惨。 于成万不仅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,还在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学习过,当了一年南京警卫军少将教官之后,又前往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, 如此高的学历,在名校毕业生云集的国民党军中都非常少见,所以于成万早年从事的是正宫工作, 但随着战事吃紧,于成万也得到了一展军事才华的机会,来到王牌七十四军担任师长,领兵八千开赴常德, 此时于成万还不知道,他将面临的是日军王牌一一六师团的三万精兵。 战斗打响后,面对数倍余击的日军,国军付出的伤亡代价十分惨痛, 但于成万坚决不撤退,立下是严惩战人在。 成王仁亡,最后八千将士仅仅存活五十多人,此时于成万已经弹尽粮绝, 他发觉故守城池只是白白把人头送给日军,于是带着锦上的五十多人突围出去, 日军趁机占领了常德,这绝非弃城而逃,第二天于成万就重振起乎, 带着援军杀了回来,重新夺回了常德。 但常德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, 不明就里的蒋介石大发雷霆, 坚决要降对于成万,判决于成万为抗军令罪。 彼时,于成万正在长德城内开着庆功宴, 一纸逮捕令却送到了他的面前, 无奈了于成万被军法处判刑两年, 还好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向军法处求情, 提前将于成万放了出来。 迫事的于成万很快就当上了粤军师冠区司令, 但经历了常德血战和牢狱之灾之后, 于成万已经对战争十分厌倦, 即使后期他接管了云南, 也是有利无心地做做表面文章, 而且他提前把妻儿送到了香港发展, 带到解放战争接近位。 生,他家在香港已经有了一些家业, 后来于成万辗转台湾去往香港与家人团聚, 开始做起了生意。 没想到于成万做生意使行家离手, 很快就富裕了起来, 但他快速膨胀了家业, 也被盗贼盯上, 随后一伙汉匪闯进了他的寓所, 于成万的表弟报警叫来了警察, 随后警匪双方发生火病, 刚刚赶回家的于成万, 被匪徒当成了挡箭牌, 一代抗日明将就这样惨遭杀害。 值得一提的是, 于成万的死, 直接导致了于家家道中落, 他的小女儿为了生存, 不得不沦为香港三级片艳星, 晚年非常凄惨。 一代名将的家庭最终沦落至此, 实在令人唏嘘。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没为什么不沦理? 我只是想用此知命, 澳洲 私地团中落 特别归